虽然它的零件数只有1000片左右,但是却拥有助厨打开,助厨升降,吊机旋转,吊机升降,吊钩收放,车门开合,引擎带开合。 另外还可以改装为动态板,以及动态板主控快拆等功能设计。 从整体外观和整个积木的基本面来看,这应该是一辆强调日常下地可玩性的一款高性价比的科技组积木。 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原型车吗? 好了,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评测一下这款来自森宝原创的全地形卡车,编号720940。 下面我们开始拼搭。 这里可以看到车子的转向联动结构了。 可以看到动力从四伏电机出来以后,在这个位置通过一组12比20的齿轮组,最终有这枚黑色的12只齿轮带动转向尺条,完成转向控制。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转向动力经过这里的一组12比20的齿轮组,再经过这里12比12的齿轮组,将动力向车顶方向传输。 那这一段动力是属于静态版的手动转向控制的联动结构。 我们继续。 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车辆的行驶动力系统。 可以看到,动力从这个十字轴进来以后,直接通过一枚20区齿轮带动差速器,并将动力向两侧传输。 同时,两组车桥之间通过这里的两枚20区齿轮完成联动,属于一个比较简单高效的行驶动力设计方案。 那这里发现了一处说明书错误,第234步的两个箭头应当往右边移动一个单位。 好了,那么大概经过5个小时的拼搭,这辆全地形卡车就完成了。 先来看一下外观,那可以看到整个是一个长臂色卡车的造型,采用红绿色为主色调。 细节方面,车头的车灯和保险杠都做了还原,保险杠的右侧还有一个小青蛙。 驾驶室顶部的行李架,警示灯以及后面的烟囱也都进行了细节上的搭建。 驾驶室后方可以看到两侧可以收放和伸缩的住厨。 卡车后方的货箱这里可以看到红色的吊机,两侧各三个轮子,使用56直径的拖拉机轮胎进行搭建。 轮煤则则是使用软轴进行了抽象化的表达。 车尾同样也有两个可以收放和伸缩的住厨。 接下来来看一下功能。 车头引擎盖可以打开,打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的发动机。 两侧的车门可以打开,驾驶室上方这枚黑色的20式齿轮是静态版的转向严动齿轮。 那在动态版里是转不动的,两侧的住厨可以收放,同时推动这根十字轴的末端可以对住厨进行伸缩的操作。 车尾的住厨在操作方面也是一样的,可以看到四根住厨完全打开以后,整个货箱部分恰到好处的被支撑了起来。 车轮稍稍离地,由住厨完全承担车体的重量,并且整个支撑也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时候如果控制车辆行驶的话,四个轮胎会空转。 货箱上吊机的功能同样也是手动的,可以直接用手掰动旋转,以及控制吊臂的角度。 不过吊臂的角度并不是特别方便控制,压下去容易,但是想要抬起来的话, 因为红色十字轴和这个十字轴连接件的摩擦力,小于红色十字轴在这个灰色零件内部的摩擦力。 所以如果想要抬高吊臂的话,这里会松脱。 吊钩的收放则是通过这里的一个灰色的20区齿轮进行控制。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动态版的行驶和转向。 那可以看到,整个卡车的行驶速度相对于它的比例来说显得非常灵动,速度很快,操控起来非常简单。 作为定位于经常可以下地把玩的一款科技组织目,我们这里来测试一下它的牢固度。 那么可以看到,经过多次摔打以后呢,基本上没有出现零件脱落的问题,整体结构牢固度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那么最后来总结一下,这款森保全地形卡车的定位就是一款强调全功能还原的入门款科技组织目。 在定位方面类似于乐高的42139全地形车,不过最终成品体积要比42139大出很多。 同时官方还提供了动态版的改装方案。 9项联动功能设计,加上整体结构设计的紧凑,以及最终成品的牢固度,使这辆全地形卡车足以成为一款非常适合新手入坑,孩子入手启蒙,以及日常下地摆玩的科技组织目。 那整个车子没有做悬架的设计,多少会让玩家觉得不够尽兴。 不过这并不应该算是这辆车子的槽点,只能说是零件规模以及产品定位时然。 包装方面,这款套装采用手提式彩盒,正面式产品的成品渲染图,背面则是对套装的功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另外彩盒的侧面还标了升级动态版所需要的PF动力组件。 打开彩盒,1135片零件被分成了四个大步骤分包,以及一个人载包。 拼搭手册厚度适中,里面的图示比例感觉稍微偏小了一点点,贴纸粘在拼搭手册的第一页。 那这款套装的零件基本都是高砖零件,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应该是高砖的新零件,例如两端带插销的后孔臂,三单位,四单位,五单位,九单位,以及十一单位转向两等。 除此之外,套装中还包括了一套给人载使用的工具板件。 那人载则是使用了新款人载,相对于传统人载,新款人载可以做出低头,抬头,张开手臂,以及扭腰等动作造型。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啦,咱们下期再见,拜拜。